主料,土豆300克,猪五花肉200克,辅料,盐,红椒,蒸姜,大蒜,酱油,香醋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大蒜切薄片,蒸姜切丝,红尖椒切一厘米长的小段,五花肉冷藏后切薄片,土豆去皮,洗净后切约一厘米厚的片,把土豆片切成方条备用, 锅里做水,水开后放入土豆调桌水,等土豆调变色即可捞出,把桌水后的土豆调过凉水,浸泡,拎起锅,放入切好的五花肉片,小火煸制猪油,肉片浆黄即可盛出肉片,锅里留底油,放入切好的蒜片,姜丝,红椒段爆香,倒入土豆调,五花肉片,翻炒, 倒入一汤匙为鸡鲜酱油,大火翻炒,烹入适量香醋,撒入适量精盐,炒匀即可出锅,烹饪技巧,一,五花肉片,小火煸制猪油,吃起来,有刃劲有嚼头,浅不易,而土豆调桌水后,容易炒制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